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面还有被融化的痕迹 SCP-28412是一笔青铜合金设备 推测曾经被安插在SCP-28411的青铜台上 SCP-28413是一个舌首人身的人被困在青铜合金设备下 他的头是舌头 身体是人的身体 但腿部变成了蛇尾 这个人受了重伤 左侧身体部分结构消失 包括左臂喉咙小部分左脸 因此他无法说话 但是SCP基金会可以通过文字和他交流 他自称来自下草名叫E SCP-28412是轩辕界 曾经被对付天上出现的十大金屋 于是易用轩辕界消灭了九个金屋 自己也身受重伤 很显然这个收容者是参考了后翼设置的神话改编的 SCP中的后翼被塑造成了和福西女娲类似有蛇身的特征 而且还长出了舌头 但这并不是中国正统神话传说中的后翼 其实在SCP的文档中 还有一些收容者也是改编至中国的神话传说 想了解更多记得点关注哦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关注点赞 并在评论区给龙哥哥留言 龙哥哥会翻到你哦